这才是一件混岛器 得以单身 豆里炮和诸葛神龙有一些相似 虽然触发机制不同 但我觉得 这也许是混岛器与唐门暗器 相结合的突破点 是唐门暗器突破自我 重获新生的契机 不错 我和小雅之前也发现了这点 但我们俩这些年 都没能成为范语老师的弟子 倒是语浩你 才来三个月 就成为了他的弟子 不错呢 范语老师 可是混岛系第一天才 也是咱们学院历史上 最有望成为九级混岛师的第一人 语浩 我看振兴唐门的重任 恐怕就要落在你身上了 重振唐门 这责任太重大 你们放心 我一定努力学习混岛器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混岛师 就要先成为一名优秀的铁匠 我一定会认为一名优秀的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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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 难难 这些你都要记住 特别是这一条 我一定会认为一名优秀的铁匠 我进入混岛系学习在八个月 就挑战铁匠二级混岛核心 不知它能否成功 怎么看 我应该认为一名优秀的铁匠 老婆 我 我 通过了吗 还差一步 彩头 帮你小时帝测试一下这件魂光射线 嗯 命中六号满位 小时帝 恭喜你 你成功了 好孩子 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二级混导师 创造了十来课程的历史 周老师 我让您失望了 没有获得五魂院核心弟子身份 少了你这个核心弟子 是五魂院自己的损失 于昊你要记住 我们身为魂师 眼光要放在封号斗罗 甚至更为远大的目标上 不要被区区一个核心弟子名额 束缚了眼界 谢谢老师 你的灵某五魂非常独特 五魂院认定精神属性魂兽的稀少限制了你的修炼前景 但是精神属性魂兽的稀少 只会限制你未来的魂技类型 斗罗大陆发展到现在 早已诞生了弥补魂技不足的方法 您的意思是魂导器 你的灵某非常适合操控魂导器 番禹也看过你的比赛 认可你的表现 番禹老师 魂导愿愿意接纳我吗 嗯 你的灵某用在魂导器上能事半功倍 但坦白说你的修为太低了 魂力不足只有一枚魂环 且魂技缺乏攻击力 所以接下来 你学习魂导器的同时 更要努力提升魂力 只有在武魂上打好基础 才能学好魂导器 走 我们进魂导院 是 老师 阿语 我听哲宜说 你的精神探测很有进步 来 试试 嗯 是 第一红技 第一红技 精神探测 共享 进步不小 居然覆盖了五十米的范围 八十米 很好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一百米 一百二十一米 太棒了 雨昊 我问你 这精神探测 未来还会继续增强吗 其实我在新神考核期间 提升了六十米的距离 六十米 八十米 突破一百米了 现在已经是一百二十一米了 嗯 现在的精神探测共享范围 足以辅助菜头发射定装混到炮了 好孩子 让我看看你们俩现在合作的情况 快跟上 嗯 菜头 过来 是你啊 何大哥 你看上去更结实了 嗯 雨昊 你配合菜头 菜头 你展示一下混到是该有的能力 好啊 来吧 嗯 何大哥的武魂 居然是棒棒糖 菜头是食物系武魂 它的第一魂技 有精神力增幅的作用 非常适合和你配合 可以提升你 精神系魂技十分之一的威力 精神力果然瞬间增成了 嗯 嗯 第一魂技 精神探测共享 何大哥 您看清了吧 哼 这简直是天罗帝王 几十个金属巨球 砸下来都可以盖住整个试验场 四周墙壁里 塞满了危险的发射型利器 地上 还铺满了地雷阵 一只蚊子闯进去 都会被轰碎 不干何况 何大哥这么大的块头 哦 雨昊 你这魂技真不烂 嗯 开始 对 哦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